台湾茶产业在农耕人口高龄化 以及严重缺工的冲击之下 农委会茶改厂与业者合作成功开发 一影机副挂式之茶几 并且结合瑞士乡五鹤茶区年薪茶农 结合办理示范观摩会 茶改厂总厂长初中正表示 茶业机械化省工且效率高 也缩短了茶农的成本回收时间 到场参加的老中青茶农 各个趋势若鹜 做上农耕机 茶农将茶苗放入植茶机内 沿着行旗轻松种下茶树苗 诺大的茶园不用一个小时就完成薪植 缺工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不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种法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观摩 让我们五鹅茶农可以看到 其实这种植 那我们在管理上面 更用心去管理的时候 其实它的品质跟产量 其实它不会输给单行具的 高度仰赖人力的茶产业因严重缺工及农耕人口高龄化的影响 现在也慢慢朝向机械化来发展 农委会台茶改良总厂与业者合作开发 易影机布挂式植茶机 以双航的种植方式 省工效率且存活率高 有效缩短成本回收的时间 茶改总厂厂长苏正中表示 更利于茶叶的机械化生产 智慧农业的管理发展 一公顷我们用植茶机可以节省了将近两万块钱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降低成本的状况之下 然后种植效率又提高 而且我们植茶的一个成活率 它可以将近达到九成以上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植茶的一个机械化的一个目的 农委会台茶改良总厂与台东奔厂 结合瑞士香五鹤茶区年轻茶农 办理易影机复挂式植茶机示范观摩会 吸引花莲茶区老中青茶农到场参加 目前台茶改良总厂 已在桃园、花莲与台东等地区 完成了一影机复挂式植茶机的测试 调查显示茶苗存活率达到九成 而且生长情况良好 也让茶农对于茶产业机械化的发展神据信心 记者是宇兰瑞瑞瑞采访报道